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环境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你像前几天去世的这些特别让我们崇敬的这些导演 大士级的导演 他们辉煌的年代的时候 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离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以前了 所以在后面七十年代以后 几乎他们都没有什么 七八十年代以后就没有什么杰作 那个时候我看这些大士片子 更多是看的是内部参考片 那时候是有着军队大院或者是电影场 那时候我在西安西营场 翻墙窗户八一小洞 这么看一部片子 甚至荧幕看一半 都是看到这些大士的胶片 那时候是按批判 为了批判 所以引进了很多片子 但当时你看到对于你们学电影的来说 这个引起什么印象 你比如说我现在看 其实我都对他们不太了解 但是一看就觉得 现在的电影导演 我觉得都像伤人了 看他们 你比如说英格玛伯格曼 好家伙就是瑞典冬天雾蒙蒙的天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线 甚至不要打光 要煤油灯的光 要什么的光 这种光线能表现某种类似于死亡的气氛 甚至是那个第七封印著名的 是吧 跟死神下棋 这简直是拿电影讲哲学 这种东西 而且它是那么样的一种影像风格 你们当时巴在墙看 得到了什么 我个人的感受 就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震撼 就是说因为刚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因为文化大革命只有八个样板戏 那我没别的看 突然就觉得 我们当然也有地道战地雷战 这些 对对对 瓦尔特保卫萨勒肉 这种收集国家 类似这样的 突然你是参考片 你看到那样的影像 而且那样的命题 你这是根本不知所措 完全是当头棒喝就傻了 你刚才讲这个安东尼奥尼啊 我还想起一事 我们因为这几个大师过世嘛 问了一些导演 香港的林一华 还有还有咱们那个宁营 那个女导演 他说他就接触过 这个安东尼奥尼 他去意大利 学电影的时候 安东尼奥尼跟中国有关系 这我都知道 1972年拍的那个纪录片 中国 听说还是用的周总理的 那个红旗敞篷车 坐他的摄影车 但是这个电影啊 拍出来以后 就他还是用他自己的眼睛 看中国嘛 拍出来之后 当时受批判 他说这个安东尼奥尼 居然在片子里说 上海不是今天建成的 是外国资本 当年建成的这么一个城市 甚至还说拍我们那个 红旗渠所在的林县 说我们那么伟大的红旗渠 在他的镜头里一扫而过 看到的是什么疲惫的农民 什么什么 那时候批判他 就说后来宁营在意大利碰见他 他和宁营讲一件事 就是很奇怪 他说就像你说的 后来咱们这个粉碎孙人帮 什么什么 到后来啊 给他有一个道歉之意 是好像是谢进 还是谢铁离啊什么的 率领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 去意大利 然后呢 给他解释了一下 当时中国的这个政治形势 而且表现了一个道歉之意吧 然后他挺高兴 他说 他说其实我是左派知识分子 我是心向中国的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电影节的那个场合啊 就讲了 说这个误会 这个节啊 原来这个解开了啊 但是非常奇怪 他讲这个话 一讲这个话 在场的有这个中国使馆的人员 不知道当时是没得到通知 还是怎么着 哗一下起身全走了 又把他给弄的 以后 不提这事 对没错 因为他来的时候啊 在意大利实际上在欧洲 整个欧洲非常轰动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铁幕一块 就是说谁都进不来 想看什么东西 很难看到 他是 又是左派 来了之后 他很多 每天还有很多的报道 自从他拍完这个事以后 他闭嘴了 因为他特别爱中国 爱到不行 结果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给他被中国当时那个 给了一个门棍 咱们现在这样 咱们就看看 我们不是采访了几个各地的导演吗 看看他们对这个大师过世啊 都有些什么感触 我们来听一听 说安全第一 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吧 实际上也是一个 非常忠实于他那个时代 跟他的自我感受的人 所以他的影片实际上 并不是都是那么一帆风顺 不是说 像今天我们再提到 安东尼尔尼他这大师 他大师的作品 他的作品在创作中 或者在创作之后 在评论中也好 或者在那个 发行的过程中也好 都遇到了无数的阻难 他有个非常失落的时候 他主要的困难在于 他特别强调要做一个诚实的导演 就是忠实于自己生活过的年代 忠实于自己的感受 所以这是他的影编和他的为人 特别突出的一点 他们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了 对我来说倒不一定是什么 大师时代或者是作者电影的时代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一个批判和创造的时代 就是这种非常独到的 非常犀利的这种质询 这种批判和这种 这么丰富的原创力 这两种东西的这种结合 恐怕是今后很难有人袭击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比较悲哀的就是 所有事情我们都追求方便 方便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太想要那个过程 我们只是想要那个结果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希望 可以像电脑一样 就可以click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过程挑掉 但是我们去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 或许看伯格曼的电影 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 那个时代的那个社会氛围 或许那种思潮的一种氛围的 一种感染的话 他会觉得很长很闷 也许也不了解 为什么好像一句话 要讲的那么慢 但是其实呢 这种过程的经验 是比什么都来得重要的 只不过这样的一种 你可以说一种表现的方式 在我们的经验 是越来越稀罕 也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被 科技这个东西 有一点是宠坏了 我听这个宁营啊 就女导演讲 就说他安东尼奥尼到晚年是中风了 中风了 后来他要去看望他 看望他呢 他太太就说呀 说他说不出话了 他表示认识你的 唯一的方式就是流眼泪 流眼泪 所以呢他就握着这个手 他就看见安东尼奥尼 哗哗的一直在流眼泪 我想这个画面哈 我特别有点感触 就是说今天这个时候啊 要问一个问题 就电影是什么人拍的 给什么人看的 就是现在人们讲 所谓作者电影 作家电影 你看我在这些大师身上 我更多的说实话 我是感觉到一种什么呢 所谓诚实 就是说我要表达我的东西 可是现在好像 就越来越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表达您的东西 给谁看呢 我们看着闷呢 我们看不懂啊 你这个你个人的东西 你何必拍电影呢 你不是自己玩吗 你要不要市场呢 等等这些问题 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怎么看 其实首先啊 就是从他们这几个大师的历史上 作品的历史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们都曾经有过非常非常艺术的电影 但是呢 又在全世界的票房 非常非常好的电影 就是艺术电影 在那个时代 也有非常非常好的票房 全世界 所以让这些艺术电影的大师 能够继续做下去 你看我们最近 就这些所谓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些大师 什么伯格曼呢 什么什么费里尼啊 安诺尼奥尼啊 他们都拿过 比如说这个最商业的电影节 你叫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他们都拿过 但是你看何导 我从你的论述里就发现 你有某种世界观 你的世界观 说的极端点啊 就是也算以成败论英雄 比如说你这个艺术电影 实际上是不是能够拥有很大的票房 比如说你这个大师电影 实际上得过很多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但是李导演你同意这种评价标准吗 我不是完全同意 当然我这个每个电影导演 或者艺术电影导演 都希望艺术和商业结合 就是说既好看又卖座 这是一个最高目的 谁也不想不给人看 对对对 这是最高目的 但有的时候呢 就愚和寻掌 二者不可兼得 这个时候呢 你更多的 你要向那方妥协 放票房妥协的话 可能你的这种深度啊 和关怀的东西啊 就会就会差一些 那我是觉得 因为当然了不可否认 这些大师有些有些片子 获得了整个全世界的一些认可 很多片子 但更多的时候 他实际上在他们本国啊 生存环境也不是很好 包括那黑泽民 后来没有他想拍片子 没有日本人不没没不给他投钱 包括伯格曼 他他他不拍了 他也有别的问题 他不仅仅说是拍不出好的 他也有经济问题 这个就是啊 我跟你讲 他们不能与时俱进 跟不上时代了 不是说他们 他们大师就那瞬间是大师 就那几年是大师 后面为什么不投资了 就是你 你有那么深刻的思想 你有那么超前的哲学意识 为什么你能代表人类 你为什么找不着钱 这何党的观点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 最高的价值跟钱相关吗 当然了 因为人类有一个最基本的在物质社会 如果你就否定这个物质社会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果你仍然承认 这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社会里面 那你的任何的思想一定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不能拿价值来衡量你的思想 那你就是被这时代淘汰 但是你说的是价值还是价格呢 价值就是价格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有价格 这李导演 反对了 有价格的 什么叫无形资产 你的思想就是无形资产 但无形资产 你要有一个能力 把它转化为一个价格 我不是特别完全赞同 就是说有的时候 这种价值 它不一定是 不是现金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价值 马上得到人的认同 你虽然有价值 但是很多人就是滞后 为什么有时候大师 有大师的悲哀 就是这样 他思想太超前了 或者他看的问题太深刻了 就我相信当年莎士比亚当年 他也不是说特别特别成功 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当时你像樊高当时也是 对 不被认可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价值 他有价值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不被认可 只是那个时代 或者那个时代整个的一种 整体的市场的一种取向 但是你这么说 跟他的这个价值观是不吻合的 你这么说 又让我想起田壮壮那名言了 就是电影是拍给下一世纪的 这没关系 难道要多年以后才能确认 那不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的一个价值取向 跟我觉得能不能真正的有价值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时代 和人的这种东西 就是人的感情 人的这种思维是有相关的 就是说你开始你谈的这个命题 就是说艺术片导演 是不是只是反映我自己的感受 我想怎么拍怎么拍 不管观众 我觉得这是也是此路条 这是误解 因为你所是一定要自己思考的东西 让人云亦云的东西 那你不需要 不需要艺术家了 谁都可以拍 那如果是独立思考的东西 那你就是艺术家的 要做的这个 一定要独立思考 但是你的思考的命题 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的一种价值观念 其实我觉得人类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类选择什么 什么就是对的 当人类不选择了 你别跟我说你多深刻 你多有超前意识 没用 因为人类的每一个人的选择 它组成了这个所有人类的选择 这个人类的选择是一个大的方向 你非要不按这方向发展 你不要 你非要拧着它走 你以为你是带头羊 你以为你想领头 你就很快就被淘汰掉 我能不能理解 你说的是大多数 他说的是多元化 多元化 我完全不反对他 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有小众的 你比如说歌剧 是吧 交响乐 是吧 钢琴师 那些钢琴家 那些独立的 那些电影的制作人 纪录片的导演 那都是小众的可能 但是没有关系 他们需要生存 但是他不能够 因为他是小众的 他就一定要认为自己是有超前的意识的 自己是有非凡的价值的 我不这么认为 就是说现在也有人讲了 艺术电影并不等于是好电影的代名词 那当然 他也有好坏 他不是说 艺术电影我就很高尚 我就比你们都牛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我同意这个 就是说艺术电影也分369 我觉得这个艺术电影 我认为你当然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 它也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大师电影的时代的过去 是一个挺不安的事情 就是大家 大家只能看某种类型的东西 因为没有这种所谓的另类的 或者是这些疯子做的这种小众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 或者一种健康的艺术图长 应该有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宽容的空间 让这些疯子或者是极端的人 做一些不一定是最好的最牛的电影 或者是超前的 不是一定是超前意识 这个空间谁来提供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这个空间是老 因为你 当然你要有受众 电影要受众 而且需要一种艺术影院 是不是 当然还需要国家的支持 刚才有一点 我觉得虽然大众 我不能说大众的是盲从的 但是不要忘了 大众有一种东西 就叫集体无意识 我们国家很多运动 都是90%以上的人支持 过了多少年之后 发现有问题了 错了 为什么那个年代 95%以上的人支持 都举拳头 举手 支持的东西是错的呢 只是一两个人说的是对的 可能说的是错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很坚持的问题 马寅初 马老先生提出的计划生意问题 人口论 对 人口论如果让这些 他可能当然说的不完全对 但是呢 允许他 不同的声音出现 我们的人口 我们现在整个生活环境 我们的压力 肯定不如现在大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时刻 包括艺术也是这样子 一定有这么一个空间 多几个疯子 没关系 这就像现在这个联合国环保署 干的事 保护生物多样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有时候也感觉到 真的是所谓的艺术电影 现在的概念都在混乱 就所谓的严肃电影 所谓的艺术电影 确实像你说的 它也分三六九等 咱们平常喜欢画队伍 就是说 你拍艺术电影的 那是艺术家 那是伯格曼 其实也不见得 你比如我现在看 中国有的这种所谓电影 好比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个电影 他找群众演员 他追求原生态 比如说一个医生 那么他就可能找了个真的医生 可是问题在于 我跟你说 他最终是个自然而然 我看起来你医生很怯场 很害羞 很紧张 真实生活当中 医生是不会对病人 吓成这样的 但是你因为你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着了这个像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觉得 它其实也是有水平高低 看上去能不能被我们这种受众 能接受的问题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 电影就是电影 我根本就不分什么是艺术电影 什么是商业电影 只是无论是商业电影 主流电影 艺术电影 作家电影 只要他能感动我 只要他能启发我 只要他能给我感受 我就认为它是好电影 我根本就不分这个 对吧 但是我首先有一点 我是觉得是 是应该坚持的 就是所有的艺术家 要坚持拍自己的东西 无论你喜欢什么东西 是吧 你喜欢更娱乐的 是吧 如果你能拍得很好 那你也很好 因为没有一个导演 不希望自己的影片 去在更广泛的戏院被推广 但是你要想到 为什么别人要推广 别人要花钱来包装你的思想 为什么呢 你要给更多的人带来利益 这个利益 除了精神的利益 无形的那些享受以外 那你当然就有一个价值的 价格的 何党说的挺对的 就是不管你拍什么电影 要好 这里头就有个基本功 你一说的 刚才说那个 就我觉得是基本功不对 因为电影首先是一个艺术 你拿一个 不是说拿一个原生态的人 他原生态表现不好 那你就不能用他 因为你是观众 是要享受这些东西 不管你拍艺术片 或者什么样片 首先你要表现 这是一个基本功 所以现在问题上很多的 拍艺术片的大部分 我觉得不是说大部分 很多导演 包括也拍商业片的导演 他拍的东西呢 因为观众根本没看懂 没明白你说 因为电影它有电影的语言 有蒙太奇的语言 他都没看懂 他说你没看懂 说我被下一个世纪人拍的 因为你的语法不对 所以就猴吃蛮花蛮拧 你想表现这个 观众看成那样了 我想起我看过一个费里尼的传记 我就才知道 所谓这种作家电影 你知道他这个导演 他是个什么心态 你比如说费里尼就说 他不去电影院 看他的电影 为什么 他倒不是因为电影审查制度 他是因为那个片商 影院商 说你这个电影 比如说你拍了三个多小时 但是我只能给你两个小时 你得给我剪成两个小时 他就说那就是我的孩子 在我愿意留在我脑子里的 永远是我那个三个多小时的印象 我不去电影院 我看见那个被剪成两个多小时的 我心里就受不了 你说他这个心态 因为我们说在剪接台上就是割肉 真的是 就是跟割肉特别痛苦 因为你精心设计的这种场景 气氛 对话 都是最少自己认为是一贯的 你把它突然说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或者是某种其他的原因 必须剪掉 你就觉得这个心里过不去 包括这不是艺术电影 包括商业电影也是 一样的一样的 所以这个宁莹就说嘛 说有时候你比如说电影审查 好电影局的领导就跟他说 不就是一部电影吗 你明年再拍一部 他就是说 他觉得 你说我一个导演 对我来说 这是我孩子一样的东西 但是对于某些官僚机构的人来说呢 他甚至不见得是党的政策 国家法律 他就个人某个地方